月经期是特殊时期 盆腔处于充血状态 子宫内膜包托出血 女性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 一定注意饮食 1.不能吃辛辣 比如辣椒、花椒、胡椒等 会引起月经过多或者痛经 2.不能吃寒冷的 如冰淇淋、冷饮、西瓜、梨子、椰子、冬瓜、柿子、螃蟹等 可能会导致痛经或者月经量减少 3.不能喝茶以及汽水等碳酸饮料 茶中的柔酸可以降低铁的吸收 汽水等碳酸饮料的磷酸盐也会影响铁的吸收 月经期是湿血的过程 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 4.过多食用蓝莓会引起痛经 喝酒会引起月经量增多 食用巧克力过多会引起情绪波动大 月经期间可以吃红豆 来月经的时候 因为湿血而损伤了血液中的血浆蛋白 铁、甲、钙、酶等 尤其是月经量过多者 在这个时候 如果喝上一碗红豆沙、红豆汤或者红豆粥 既美容又补血 也可以使用红糖 红糖性温味干入皮精 砂糖取有和皮缓干补血 活血通瘀 以及排泄恶漏的作用 经期喝红糖有助于除毒素排除瘀血 让身体温暖 增加能量 火落气血 加快血液循环 经期也会比较通畅以上内容 仅供参考 谢谢